国民党立委马文军被指控泄漏前件机密 争议延烧 而国防部长邱国正前往立员报告 民营党团就提出临时提案 对于机密会议 要求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手机 录影器材等通讯设备 也不得抄录机密的内容 吸出场外 而且还要接受住警人员以电子探测检查 并签下保密切结书 至于国民党团是提出了 全委员会版本的秘密会议条款 将手机放在养鸡场保管 还必须签下切结书 立委才能进入议场 落实保密原则 国民党立委马文军卷入前件泄密案 国防部长邱国正十二号副立法院备巡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临时提案 要求机密会议 所有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手机 录影器材等通讯设备 不得抄录机密内容 吸出场外 前一接受住警人员以电子探测检查 并签下保密切结书 被解读是马文军条款 就连邱国正也在路口处接受搜身 确保国防保密实施 不过国民党陈以兴认为 临时提案要突袭通过违反程序 民进党王定宇反酸陈以兴护航马文军 双方言辞不断交锋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出面缓甲 但国民党团不满民进党团将秘密会议 泛政治化 提出全委员会版本的秘密会议条款 立法院将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台海情势严峻 国防报告揭露共军加大扰台力道 共机去年每月扰台280余架次 今年增加到每月380余架次 邱国正表示 中共企图将兵力范围突破第二岛链 也加速第三艘航舰福建号海市 此外尾巴冲突越演越烈 以色列展现48小时动员30万名后备军人 国军是否有同等能力 对于国防部修订迫切军事投资案 得以第一预备金指引 不须经立法院审查引争议 崔国正强调动用必须得到行政院核定 立院若觉得有问题可转为审查 不会借机夹带 记者黄子杰 陈信龙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